丈夫去世留下巨额赔偿 身为妻子无法得到分毫 是什么让儿女把她排除在外呢 把一双儿女告上法院后 最终又能否如愿以偿地获得赔偿款呢 本妻子牙童去微观视角 就带你来看看有死亡赔偿款引发的纠纷 天下兮兮皆为厉害 天下嚷嚷皆为历望 金钱的重量在很多时候都超越了人的血脉亲情 江苏省淮安市青江浦区人民法院就接到了一个这样的案子 原告方是一位母亲 而她要告的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一双儿女 提起诉讼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得自己丈夫意外死亡时的赔偿金 那么作为妻子 她为什么拿不到这笔钱 还需要用诉说的方式来获取呢 这就要从十多年前说起了 原告王国勤与丈夫赵维金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并孕育出了一双儿女 生活本该就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 可是生活却过得并不是很如意 在村子里 赵维金一家算得上是最为贫困的一户了 穷这个字伴随了一家人的走过半生的岁月 这样的日子 一直到女儿赵林真和儿子赵元凯都长大成人后 突然发生了变化 那是一年的新年前夕 家家户户都在热火朝天地买年货 希望着过一个好年 赵家的年货每年都是由赵维金和王国勤一起去购买 可这一次不管赵维金怎么喊 王国勤都不愿意出门 由于女儿赵林真已经成家 赵维金只好海上儿子赵元凯一起外出置办年货 让赵维金没有想到的是 他刚出门没多久 王国勤也离开了 一起带走的还有他随身的衣物 带着年货回来的赵维金看到的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朝夕相处这么多年的妻子不见了 赵维金一下子慌了神 把周边熟悉的人都问了个遍 也没有找到王国勤的下落 新年在即 赵家却没有丝毫想要过年的想法 都在外面寻找着王国勤的下落 可始终没有结果 往后的几年 赵家依旧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 把本就贫级的存款花了差不多后 终于在四年后的一天 赵家人打听到了王国勤现在居住的地址 可是去了以后 一行人傻眼了 原来王国勤这些年早已经和另外一个男子 朱某生活在一起了 前些年也是跟着朱某一起去外地打了几年功 到了现在才回到这里定居 由于王国勤和赵维金并没有离婚 所以他的儿女和弟弟都在劝说着他回家 但是王国勤的态度展现得很坚决 不管怎么说都要和朱某在一起 来朱某家劝说了王国勤很多次 始终没有个结果后 赵家人的心也就死了 赵维金也不再抢求此事 一家人就当王国勤已经不在了 可这件事也成了赵家人心里的一道坎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过 王国勤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离家出走 并且和朱某走到一起的 生活还是要往前看 不再想着去寻找王国勤的赵家人日子 也开始慢慢往好的地方发展 可天有不测风云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搅乱了这个家庭平静的生活 那天赵维金骑车外出 想要去购买一个新的床铺 在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一辆汽车从外面飞速驶过 赵维金的生命在那一刻陷入了倒计时 赵维金死后 保险公司支付了一笔58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用于赵家人接下来的生活 钱买不来人命 但是可以让活下来的亲属过上 稍微好一些的生活 但是让赵家人没有想到的是 过了一段时间后 早已经和家里断绝联系的王国勤找了过来 他来到这里并非是为了祭奠已经死去的赵维金 而是要求在赵维金的死亡赔偿金里 分割出十八万元给自己 作为这些年为了这个家辛勤付出的赔偿 可双方早已经撕破了脸皮 看着互不相认的母亲找上门来 张口就是要钱 找林真自然是不肯的 二人就在赵家门口争吵了起来 吵闹声惊动了周围的邻居 看到王国勤还赶回来 还是为了争夺赵维金的死亡赔偿款 作为赵家的邻居们自然是不肯的 一群人用言语指责王国勤的所作所为 不是说我们了 一个群传的人听到这话的时候都气氛的不得了 你有什么资格的邀请 在他喝醋的时候 你又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 今天死掉了以后 你说你现在又要这个 所以说我们听到这个以后 我们大家都认为都不口领域的事情 一笔巨款摆在眼前自己却不能得到 王国勤感到心仰难耐 在咨询过律师之后 他随后把赵家人都告上了法院 而他的诉求也很简单 一是赵家人支付18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二则是支付原告一方请律师的费用 所要不成 还把事情闹上了法庭 赵家人自然不愿意接受 作为女儿的赵林真与母亲王国勤 就这样走在了法庭的对立面 本以为有了律师的帮助 就可以胜券在握的王国勤 很快就发现事情的发展 与自己预料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原来死亡赔偿金与遗产不同 作为家属并不具备继承权 而是看各自在家里承担了多少的责任后 再来决定拿多少钱 而王国勤早在十年前就离开了这个家 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责任 看到出事不力 王国勤的律师就以王国勤母亲的身份为切入点 认为当时王国勤离开的时候 两个孩子已经成年 他已经做到了身为母亲的义务 自然有权力分割这笔赔偿款 我觉得他最起码 不管是从其他证据显示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显示 他走的时候 就还在成年 我认为应该是尽到的 但是事实却是如此呢 王国勤离开的时候 两个孩子已经成年这件事不假 但是王国勤的儿子 赵元凯天生智力低下 日常的生活起居都需要人来照料 自从王国勤离开后 这样的重担就交到了赵家人手里 所以在养育孩子这一块 王国勤也是不称职的 一记不成再生一记 王国勤的律师想起了盘外招 王国勤在法庭上诉苦 称自己当初之所以离开 都是因为赵维金家报所致 面对着镜头 原告母亲直接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疤 看到这个情景 作为被告的女儿一方 却有点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法院通过走访后发现 赵维金这些年 一直都是一个老好人的形象 赵家唯一和王国勤有矛盾的 只有他已经过世的婆婆 村里的目击者称 每当婆媳两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原告的丈夫就会过去拉架平息矛盾 事情到了这里 法院对于诉讼的来龙去脉 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 当庭宣判王国勤败诉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 王国勤作为妻子 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 作为母亲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落到这个地步 只能说是自讨苦吃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点赞收藏加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